IoLG3810 Lab 4 今天的主題是Intelab 我們會教External Interab 還有要學Priority 例如PS2 Mand menu很長 看了Mand menu才開始做 明白了整個Lab要做什麼 PS2 Keyboard Socket在這裡 Version 1的版 Version 3的版本 Socket本身沒有 我們就自己加進去 你的版本應該看到這個 什麼叫做Interab Interab 其實是最重要 在Embra system裡面最重要 如果沒有Interab 你就會用Polling的方法做 Polling就像Lab 1一樣 你就會檢查這個Key 檢查很多Key 這個Hardware 就會拿了很多時間 如果這個Chat很長 就會影響了你的Program 它會浪費時間 還有排名前後 就會影響了每個Key的Response 即是Key1永遠都會贏 如果兩個Key一起按 Key1永遠都會贏 然後 用了Interab之後 就會簡單很多 可能不會錯過 Interab Interab 就是當有Interab發生的時候 你會選一個Exception Handler 就是處理Interab 所以你就沒有了之前 這個Hardware Checking的問題 不用檢查 總之有東西進來 有東西發生的時候 才去處理 記住 這個Handler 一定要As Simple as Possible 盡量不要影響 整個系統的運作 現在比較一下Program 和Interab Program 因為你用了很多時間 做Hardware 而這個Interab 就沒有 例如有什麼問題呢 例如你想想一個Key 我們在Lat1 是知道它有Balancing的問題 如果你10ms一個Key 那我有100個Key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等於1秒鐘 即是說你要1秒鐘去查 那些Key 那其實影響到Performance 都很厲害 好啦 現在就講External Interab Exdi M3 有240個Exception 103這個Model 做了60個 而每個Exception 就會有一個叫 IRQ Interab Handler 有19個External Interab 有些全部接駁到GPIO 有些全部接駁到GPIO 有些自己會獨立有 有些就要Share 不知道說什麼 看公仔 M3這隻本身 就做了240個Exception 而這個Model 就只做了60個 OK 我們就看這60個 那這60個 那這60個分了什麼呢 就會分了External Internum 同一些不是External 不是External 通常是給一些 Communication 而External 即是駁到腳上的 那些 就會有0到15 即是每一隻Beat 都會駁到 另外這兩個 其實不是USB 而這16個External 駁到 Physical Pin 就是這樣 0就是駁到Pin 1就是駁到Pin 2就是駁到Pin 2就是駁到Pin 0 它的IRQ number 是6 另外 比如5 6 7 8 9 它只會Share 1個IRQ 10到15 都會Share 另外1個IRQ 這樣 XDI 0 就會來自Pin 0 可以來自ABCDFG 你需要選擇 選擇 選擇 即是說 PA0到PAG 只會其中一條Pin 就會駁到EXDI 0 6 現在一個 挑戰的問題 就是 有沒有可能 其實 我全部都用完 其實是有可能的 那你就只要 加些Hardware Share 其實方法 就像這個 啊 EXDI 0 不是 EXDI 5678 即是說 多過一個EXDI 就Share一個IRQ 那你現在想想辦法 多過一個Physical Pin 就Share 一個EXDI 就是這樣 其實 原理是一樣的 那 如果你這樣做到之後 即是說 我可以有百多隻腳 其實我都可以 全部都用完 就算我這塊板上 有112隻腳 都用完 都沒問題 好 那 XDI 0 那 IRQ 是6 XDI 1 IRQ 是7 要查這個Table 才知道 IRQ 這份是NATMAN的第一頁 那它就告訴你 我們有112個Prior Port 有16個 interrupt 就是說 其實就是這樣 ABCDFG 所有的0 就是Share 1 就Share 1 那 那 怎樣設定ABCDFG 去選擇呢 其實就是這幾個Register OK 那 CR1呢 就會負責0 1 2 3 CR2呢 就會負責這個 4567的了 就這麽簡單 好 那 那 我們在NATMAN也都學過了 那個Switch的搏法呢 就會影響那個 由 按鍵由LOAD到HIGH 比如現在這個 那樣 原本是HIGH的 你按了鍵之後就變成LOAD Circuit原本是這樣的 就是原本是LOAD的 你按了鍵之後變成HIGH 那就是其實 interrupt 其實我們就會關乎 它轉 就不關乎它的Level的位置 就會關乎它轉 OK 那轉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是 FALLING EDGE 或者WISING EDGE 叫做 那 那這裏呢 就 看到那些Edge 這個PIN 在這裏 這個PIN 那你就會一個 detect到一個Edge之後 你就可以用兩個Register 選擇 WISING EDGE 或者FALLING EDGE 因為它分開了兩個Register 即是說 不是IDA 其實你可以兩個都選擇 就是 總之它一轉 你就可以選擇 如果你選擇了 兩個都選擇 即是說 只要按鍵一轉 你就可以出價了 好 來到這裏之後呢 你見到這個是臥機來的 臥機 臥機就是說 是哪一個 你在External 按鍵 可以製造英台 其實你都可以在Software 寫Program 那些人呢 硬硬把Register 設定了之後 都會製造英台 即是不用按鍵 都可以假裝的 好 經過了二機之後 這個就是END機來的 那END機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個叫做 Internet Mask 你可以下一個Mask 封了英台 即是Enable 即是Enable 那 經過這個END機之後 就會下了一個Pending Register 它就會排隊 準備等處理 而處理的 就是NVIC Internet Controller 我們會用的就是這個 Rising Edge, Falling Edge 和這個Mask 主要用這三個Register 好 現在呢 就講到NVIC 這裡是NVIC Priority Priority 就是 每個Exception 都可以設定Priority 那Priority 就會設定了幾個Group 我等一下會說 設定的時候 就在這個Register 設定Priority Group 好 設定Priority 就是一個很critical的工作 你一定要想好 你每一個 Interrupt的Priority 就不要 寫到Program 如果你想想 這個Priority 想令Priority高一點 或者低一點 那其實呢 你就會出現一些 你控制不到的後果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Interrupt 一定要想得很清楚 你才排誰先 哪個後 OK 那設Priority 就會給你一個Program 就是這樣設定的 設定就是這個Register ARCR Priority Group 就是890 這三個Beat 就是這裏 OK 那三個Beat 就是有八個Combination 好 那八個Combination 是什麼呢 就是它就會在這裏說 它會分成Pm 和10 Priority Group 那 看完都不知道說什麼的時候 其實是想這樣的 如果你設定0 就會是PPP 一個S 設定1 就是兩個S 設定3 設定2 就是3個S 就是這樣 那P和S 是什麼呢 就是這裏 那 這顆F103 就只是 一半 好了 那什麼叫P 什麼叫S呢 就是這樣 原本剛才你設定很多個P 一個S 兩個S 三個S 這個是MV 那這顆IC F103 就只是做了一半 做了一半之後 就會出現 就是設定0 1 2 3 其實是一樣的 只有4 5 6 7 就是得的選擇 就是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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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P 分成P 分成P 就是4個 就是這樣分 0 4 8 C 而每個P 裏面再分4個S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剛才說的其實就是這個部分的MVIC 來的 PALITY是這裏 和前面的Hardware沒有關 那我們的TASK 就要研究一下這個MVIC的特性 好 那我們就要做些事情 如何設定PALITY 設定Extend Unit 首先要搞 就是它留置哪條PIN 你要装個NCode LCC 設定Extend Sources 如何選擇那條PIN TRAGER的Condition 設定IRQ 設定PALITY 最後才可以Enable 好 那這個HANDLER的名字是如何得來的呢 其實就是來自這蛋 在這裏 我們看見HANDLER的名字 你們看見很多HANDLER 因為它應用了60個 首先,我們會示範一隻 External Tool 設定它為65 即是 來自2號的PIN External 設定了65 65就是這個位置 設定了65 好,那我給你的 例如,KeyUp 設定65 控制DS0 你要做的就是 KeyUp 設定75 控制DS1 然後再改 KeyUp 由75改成95 和35 總結 KeyUp 會示範35 75 和95 而KeyUp 我們一早就設定65 即是35和65 75和65 95和65 有什麼不同 OK 看看 PM Priority 特性 但如果搞定了 External 我們開始應用的 我們就會用 PS2 Keyboard PS2 Keyboard Socket 是這樣的 你就會見到 只有幾個有用 主要是Data 和Cock 其他就給電 不用管 那 你看看 Cock Data Data 其實跟Snap 2 一樣 很像 8N1 不過這個就叫做 8P1 有Start Beat Stop Beat 多了 PiLT Beat 總共有11個Beat 即是你按一個按鈕 就有11個Beat 還有呢 今次就會多了Pin 叫做Cock 所以呢 什麼不同呢 就是 Lap 2 我們學了USART 它全名是 UniVersal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Receit And Transmitter 那Lap 2 我們學了的 Asynchronous OK 那現在 你多了一個Cock 那就叫Synchronous 其實我Lap 3 我也講了 即是 CPU和Device 聊天的時候 有很多方法 其中一個就是 如果是Synchronous 多了一個Cock 好了 PS2 Keyboard 就不是用ASCII Code 它是用Scan Code 當你按一個按鈕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譬如按一個A字 它的Scan Code 是1C 即是你按一個A字 它的電腦就會傳 Code是1C 那放手 Release 會怎樣呢 Release 就會傳0F1C 即是說 0F就是放手 1C 即是按了 0F 1C 即是放手 1C 如果你繼續按按鈕 會怎樣呢 它就會1C1C 不停地傳出來 所以現在你明白 為什麼 鍵盤可以按Ctrl Alternate Delete 就很簡單 這裏 另外一個Table 其實都是Scan Code 來的 那如果 你又 那我們怎樣玩呢 我們要做 就是把Code 駁到PC11 把Data駁到PC11 其實Hardware駁到PC11 你沒得選擇 做底版 那我們的Code 就會做Interrupt OK For Debug的時候 你就用LED 去看一下 那個Interrupt 有沒有進去 比如進入Interrupt 你便知道 Interrupt已經進去 那你便知道 Interrupt 通常我都會留一顆LED 用來做Indicator 就是做Debug 如果沒有scope 那你都要Count 它總共有多少 因為你一按一個按鈕 其實它會 一吋的Interrupt 其實總共11個 OK 所以都Count到11個時候 你又可以著LED 那你當然是寫幾次 這個Program 接著呢 每一次 其實你就要把 按鈕的Key Slope 就Save 到Global Wearable 如果你有Oscenoscope 就很容易看到 這一吋的Data 我們今年應該用不到Oscenoscope 你唯有用LED去看 好 那 PC11 其實就是 Interrupt 10到15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 看看內置 哪裏 這裏另一個問題 就是Pyline 如果你的Interrupt 是非常非常之短 那 因為Pyline的問題 它就 無法記錄 PendingFact 那怎樣處理呢 要不就令到這個Program 做少少事情 浪費少少時間 不想呢 你只要把這句 寫兩次 就是Keyer 它兩次 亦都可以達到這件事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給這個Program 的Main 那你就要 在Main Program那裏 檢查一下 如果大於11的時候 就會做些什麼 提示 提示 就是 Interrupt 當你按了 就會產生很多 Interrupt 這樣 每一次Interrupt 的時候 你只要把Data 在這個時候 把Data 因為Data 剛剛的Interrupt 在Data中間 所以它很穩定 那 當每一個 Support Team 的Handler 你只要把Data 就算了 不要做其他事情 那當 存夠11個的時候 你才去處理 你按了那個按鈕 那 處理按那個按鈕的時候 就在Main Dots 做 就不要在Support Team 記住 Handler As simple as possible 有這麼短 因為你不希望 每一個Interrupt 都影響你的Program 所以這個動作 應該有這麼短 PC10 PC11 其他薄荷的關 要用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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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Single Trigger 就是Normal Trigger 不要用Auto Trigger 用Falling Edge PC11 即Falling Edge PC11 然後拿去Data 就是這樣 OK 那現在 如果你有興趣 就做一個挑戰的問題 就是LAP2 就是LAP2 我們的Single Trigger 是沒有做到Receive 因為不想教你 用Polling 做Receive 是一個錯的方法 那你現在學到Interrupt 那你也知道 那個 Single Trigger 用的Register 是什麼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用Interrupt 去讀 Single Trigger 回來的東西 OK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